其實這只要告訴大家說,有些自然的聲音很重要 跳過去 有沒有 有些自然聲音很冷,讓聲,風聲,小冷叫聲 但是不要在錄的時候旁邊再講 這是配音的 沒有,是主聲堂 現場,最好 這邊就可以收 如果是這個的話,上面可以加那個 加一個毛麥 那我要給大家看就是說,其實我在錄的時候我會在講話 講話你就壞了這個聲音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要注意說,錄影 錄影不是只有錄影,它還有錄聲音 有時候現場聲音很重要 那種現場聲音其實 它在做一些轉場或者呈現氣氛的時候 是很有用的 那你既然在錄影 現場聲音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在那邊講話聊天交談 要講話要聊天要交談去馬 那我就相信就是要單純錄到那個風聲 那你專業的像那個,吳靜帶還是吳老師那個 是不是他要拿特殊的GG 因為他要錄到那種很細微的各種聲音 所以那聲音有時候在錄影來講 相片當然沒有 可是我要講,當你在講錄影的時候 對不起,不是只有影還有聲音 一定要討論到那聲音之中 好,這是礦石 這是最近的那種 不過這是用那個相機來 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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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個 就是一些特殊的那種 他沒有馬準來跟那個 就放在旅館來衝上去 沒有,我意思是說現在很多東西器材很多 你要用很好用 就是說你一直慢慢去玩 然後不是說只有專業的面積才可以做 現在網路很盛行 自己去練習自己去拍 就把它丟到網路上去 我覺得都是一個 慢慢的 我講兩個 第一個是你實際去剪織衣去做的時候 你才會見不到 小東西都沒關係 那第二個放去會有回顧 所以不管是人家覺得很習慣 或者有一些同好就會告訴你 做一些什麼樣的技巧 等等等等 就互相的那個 這照片 這是用照片 照片漏字的那種 那個動態解決 然後用照片就變成是可以流動的 那這個就是比較 這個就是比較 這個就是比較議題型的 那個是那個航空城 航空城他要那個 做那個 他們那個 那個叫做低級音速節 然後我就想說 先幫他在網上做一個 公司有 這邊另外有做一個專題 那這個因為公司 我不能去幫他做 活動宣傳 那我就自己幫他拍 然後自己幫他剪 然後這個就是 像剛才那個是 純粹是畫面去打 那這個就有訪問 但是基本上我只放 沒有黃白 只有那個 那個叫那個 就是他們那個 是那個鞭子 那奈 吳智陽版畢景藝術節 展示在那個 海軍航空基地上 在漲完之後這整個基地卻全部要被移履 變成大型的商場的草災 這是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情 所以居民辦的這個地景企業想要控訴的是 航空的計畫的腐爛陣售 為了搶救土地而辦 我們總共有三個展區 我們有三個展區 一個是水溫地區 一個是航空區 一個是上一環區 另外我們一起 我們那個濫水老師來辦一個商業 還有我們陳其鋒老師來做一個單車 附近的一個部門單車的打散 穿了一個進步的景點 我們來做一隻迷失的小熊 一隻熊坐在街裡面 它象徵著我們迷失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 台灣人社會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迷失在這個航空城的世界 nature 有些動物 我們都會用草木斑 一樣的一個作品 是用人家在工地有拆房者的概念 你看過用大鐵球去撞牆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有時候要利用一些敬畏的音樂 來搭聲音樂 就是滿足的音樂 有時候能夠閒氣球 音樂很重要的是 有時候一些影片需要音樂 那音樂 可能那個 因為有些音樂 你如果是一般CD拿來弄 那會有版權的問題 對 然後現場錄一些抗議歌手的東西 有一些人他很願意 有些他也不太喜歡你 隨便就把剪刀上去 那比較好像是那個 音樂庫 現場人家在唱或者播出來 我直接錄出來 這個都合法嗎 是合法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 像不是我們天光 他搞不好是那邊當成 他是第一次創作發歌 他要去組成 他 你網路放他也不是說有 但是有些人他還是會 不是很喜歡你這樣被放 所以 沒關係 我不是說不能放 而是說 現場錄的OK 但是我會跟大家講 因為有一些現場音樂 他就是現場的點 其實他不是配音樂 配音樂是像剛才那種 噔噔噔噔噔噔噔 他不是主題音樂 他就在趁那個氣氛 那個東西到我面前 那個Youtube現在有音樂 那只要你的東西 這範圍Youtube上面的話 你用來音樂錄 景面還蠻夠的 要悲傷的 要氣氏宣昂的 要什麼的 好 那 其實有一些細的東西還有 但是我這樣時間 因為你來不及 因為你家要上課 那最後就是相機的這個東西 我那幾個就簡單觀念 防潮啊 這些東西 基本上 防殺 你去海邊拍 那還被他殺整個死 好 那個江湯會讓你進去卡住 按鈕去卡住 所以 第一個是小心 第二個是回來一定 你記得要刷 好 電子的器材 一定要去刷 好 去海邊 去那個 下雨 萬一撕掉的話 關機 然後拿那個毛巾 整個先拍一次 然後放在地上那邊 讓他風乾 放的時候 小技巧 像他是正面對不對 放的時候把他倒過來放 倒過來 倒過來 因為 鎖會往下流 他的設計是不是 下去就是進到電子張裡面 有時候他水只是在風上面 你把他倒過來 就確保他不會再往那個風 流到機器裡面 然後第一個 你今天大概 比較濕的部分插過 然後倒過來 那些水就等於讓他慢慢在晾乾 但是在晾乾或者風乾的過程裡面 他是不是 因為你震的話 他就需要那個風 滲到電子裡面 滲到電路板就做完 就有一個問題 那你是不是如果習慣把它 倒 懂意思嗎 倒過來 就是把所有的電子按鈕 就是反過來 就不會有那個危險 好不好 那 先到這裡 然後那個 那關於那個 比如我們下雨天要拍的話 要怎麼做防水 對 下雨天的話 我就去買一台那個 沒有啦 現在的相機等級都有 可是 我說一說那就躲吧 因為 你可能發現它都沒有問題 可是只要哪一滴 進到電子 電路板裡面 那我給你保證 你就是拍一台現象機 因為你送去修 他一定跟你講 一大堆的影竹 所以 先把那個開關燒壞 又燒壞保險室 又燒壞鏡頭 又燒壞什麼 你那台如果買4萬 他說我可以給你賺的也是 修好是三萬五千九百九 看起來要不要修 一定不會修啊 OK吧 所以我意思說 所以像我開始 就是除了 主要的那台相機之外 買這個來防水手機 對啊 下雨我就拿出來拍 或者去買一台那五千水相機 那現在最便宜的八千塊 那你何必拿一台 4萬塊的相機去賭 賭那個下雨 是不是 那個他們好像說有照片 你覺得 上 可是我沒有帳號啊 有 有交出去了 有了嗎 不是啊 不是啊